哈囉大家好我是Li 我是Giria 不知不覺又到了九月啦 九月就代表說中秋節要到了 相信大家跟我一樣在中秋節都應該會烤肉吧 既然會烤肉就一定會配啤酒 沒錯 但是呢如果啤酒直接這樣拿起來喝 那就真的就太柔了 最近呢在Facebook上面看到一個日本的啤酒師傅 他公開了一個內行人的啤酒倒法 所以呢今天就是要來嘗試內行人倒啤酒的方式 是不是真的會比較好喝 那他有分兩種倒啤酒的方式 一種是暢快飲酒型 一種是溫和飲酒型 那我們先來嘗試一下所謂的暢快飲酒型的倒啤酒方式 一般來說啦我們倒啤酒都會這樣杯子寫得到 讓啤酒不會那麼多的氣 那他這一個暢快飲酒型的方式就是 你要直接這樣倒 讓氣泡到三分之一之後再慢慢的倒進去 好就是這樣 有沒有 現在要氣泡到三分之一了 然後再慢慢的把酒倒進去 OK 根據他的說法是說這樣的倒啤酒方式 上面這一層泡就有點像是蓋子 他可以把啤酒的氣跟香味都鎖在這個泡的下面 所以就叫做暢快飲酒型 因為喝起來會很爽 好 那我們先來嘗試看看 這樣 這樣比較好喝嗎 就有很多氣泡嘛 我覺得蠻好喝的 因為我們看到的就是這樣喝的方式 對 看起來把它喝喝看 直接喝嗎 跟直接喝的比較好看 直接喝的就是會覺得整個很辣 因為那個氣更多 所以喝起來會是覺得倒出來喝 是真的會比較粗 好 我來試試看 覺得蠻順的 有沒有覺得刺刺啦啦 我覺得直接喝很苦 但是這樣倒是那個苦味好像沒了 對 只剩下酒的那個香味 麥子香 對對對 但是直接喝會飽 那我們來測試第二種倒法吧 第二種倒法呢 叫做溫和飲酒型 那它是比較適合你 比較不喝酒的人 適合我吃 對 就可以使用這個倒法 第二種倒法它是慢慢的往上拿高 然後讓泡汁直接倒到最滿 那我來試一次 喔~~~ 好 接著呢 就是等它的 泡跟啤酒的比例變成1比1 然後再倒一次 好 現在已經1比1了 那我們就再倒一次 然後再等一次 就是它一樣要1比1 其實我拉的不夠高啦 因為它是拉的非常的高 然後它的啤酒都很少 然後泡會非常的多價 那它撐這個倒法 叫做3-9 就是倒3次這樣 最後呢就是再把它就是倒滿 一樣要拉強拉高這樣子 好 我的啤酒不夠 因為我們金沛有限啦 只賣得起一罐 所以 哇 拜託大家 讓它點距離高一點這樣 那我們來試試看這個溫和飲酒型的差別在哪裡 就是讓我想到在外面那一大紅球頭 它們這樣子倒出來的那個酒 喝起來就是特別好 嗯嗯嗯 有可能就是也是因為這樣 因為它們那個泡泡也是這樣 可是泡泡也是到一半的時候它就會停 它泡泡消的時候它再繼續加 我覺得它真的滿符合它的名字 很溫和 你喝喝看 這麼溫和 對 一點刺激性都沒有 所以它連氣泡都沒有 一點點而已 非常的一點點 但是它的那個酒香麥子香什麼的 都完全是還存在的 哦 很溫和對不對 我覺得差別差滿多的耶 我在喝飲酒 這個感覺就是沒有氣泡的酒 然後你可以喝到那個酒的醞釀的酒香 也不是說沒有氣泡 是它的氣泡就是這樣 細細一點一點一點的 真的很溫和的感覺 然後這個就是比較 比較粗一點的氣泡 就是氣泡比較濃烈 然後這個就是完全就是感覺是苦的 其實經過了大概一分鐘過後啊 我再回去喝這一杯啊 還是會感覺到它有那個氣的存在 但是這個的話 真的我覺得沒什麼氣啊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這種暢寬飲酒型的 喝這個就是一整個月順的 那你呢 你喜歡哪個型 我當然喜歡這一型啊 不喝酒的 你就是喜歡不喝酒的 對啊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去試試看啦 還不錯的一個方式 今年的中途街烤樓 大家就可以去嘗試一下 怎麼樣把啤酒倒得更好喝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這件事情 應該先幫他幫我點個喜歡 也可以分享給你愛喝酒的朋友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收看我頻道的人 記得要按下訂閱加鈴鐺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